哈囉 大家晚上好 那古泰呢 今天要用手機喔 簡單的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對於這個盤設的一些看法 那因為古泰今天剛好人在外面喔 那現在時間有點晚 那想說就用手機簡單的來跟大家分享 那古泰呢 現在在那個 路邊的一間 Saven 所以呢 可能會比較吵一點喔 那大家就多多包涵 那下個禮拜呢 是端午節的連假 端午節的連假 那我們簡單的來看一下 上禮拜五的一個收盤 那上個禮拜五的收盤呢 大家看一下加權指數的部分喔 收盤是時候在288 那TM區呢 在294 當天形成了一個什麼格局 當天是形成空投佔優的一個格局 空投佔優的一個格局 好 那我們再看一個問題喔 再看一件事情喔 所以 一樣喔 上個禮拜 古泰剛幫這個 有使用專業版的學員 免費的科歐輔導已經講過了喔 月手這個數字呢 從一個月過了快將近一半之後呢 慢慢的已經開始有了意義 慢慢的已經開始有了意義 好 那這個禮拜呢 還是形成一個週手格局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貴買指數 貴買指數呢 收盤在223.81 TM區在224 當天一樣形成什麼 空投佔優格局 好 那 再看一下週手的位置在223.12 原則上還是一樣週手 還是一樣週手 好 那我們看台子棋的部分喔 台子棋收盤268 體驗區剛好268 剛好268 剛好268 週手在144 好 現在重點來了喔 古代在這個上禮拜的時候 有跟大家提醒幾件事情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這個 加權指數喔 大家特別記得喔 加權指數在禮拜五 是出量的喔 他總量來到了4496億 那古代之前有特別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喔 如果加權指數單日 單日衝破4700億以上的大量 同時符合哪幾條條件 第一個 當日空投佔優 再來 破開 收黑K 假設這些遜到同時符合 或者是在極短線的兩天內 同時符合的話 那大家就要擔心一下 這邊是不是 有一點點漲不上去 短暫可能要休息了 那 這個量呢 其實禮拜五的量呢 4496億 這個量 還沒有 太危險 還沒有太危險 所以最好的走法 古代先跟大家講喔 我先講喔 下個禮拜 端午節 前 端午節是禮拜四 所以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特別注意我現在講的東西 下個禮拜 節前 最好 最好是量說 記得 最好是量說 禮拜五已經出現低跟大量 禮拜五已經出現低跟大量 明天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最好的量 不要超過 最好的量 不要超過 上禮拜五的大量 這個是原則 這個是原則 因為你如果在端午節前 下個禮拜三天 三個交易日 禮拜五 其實 當天是空頭佔優 同時又收黑K 可是量 還沒有 來到 危險的值 4700億 這裡其實大概也只差了 大概也只差了 大概 這裡是 這裡是 大概差了 200億左右 大概是差了200億 所以 明天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最好的情況下 就是量說 量說 端午節後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OK 這是一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周K的格局 周K的格局 大家去看一下 目前周K的格局 他還是沿著 布林上軌 持續的做一個 上漲 所以 以周K格局來講 目前 古代上 上禮拜 錄影的時候 因為是禮拜四錄影 那你如果加禮拜五的大量的時候呢 你會發覺 這裡 以周K格局來講 他形成一個什麼 價漲量增的格局 原則上 古代禮拜四講的時候 因為還沒加禮拜五的量 所以有一點點可能會有形成一個量價背禮 可是禮拜五他畢竟有補量 可是這裡的補量對周K來講是好事喔 日線來講 日線來講是 大概將近4500億 還沒有到危險量4700億 所以下周古代先講一下 下周最好的格局 叫做 量縮 下周絕對 不能 在單日 爆出 超過4700億的大量 這個下個禮拜三天如果爆出4700億以上的大量 單日喔 我古代是講單日 就要稍微 小心一下 如果沒有 暫時不用太緊張 暫時不用太緊張 可能節前還是會有一些賣壓 這沒有問題 可是 這個賣壓 一樣啦 古代 再跟大家講一次 絕對 最爛 再爛 就絕對不能破TUMD的TD 聽得懂嗎 只要破TD 就形成轉折 所以這個要請大家 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貴買指數的部分 貴買指數的部分 大家去看一下 我們一樣先從日線來看 日線格局來講 日線格局貴買並沒有出量 禮拜五 古代那時候有跟大家講過 大概在500億 大概500億600億的量 其實周K格局就蠻漂亮的 所以日線格局禮拜五 他並沒有爆量 這相對來講是好事 相對來講是好事 那我們看一下周K的格局 周K格局呢 以 禮拜五的收盤 周線來講 因為禮拜五 成交量是大概800億左右 所以以周K來講 原本500億就 差不多了 所以 以周K來講 他其實呢 也是屬於 帶量去 突破 布林的 上軌 所以 原則上這個行情喔 端午連假 過後 大家還是可以 期待的 還是可以期待的 只是說 古代還是一樣 前陣子標很多的那種 有可能 尤其可能 maybe是比較偏向上市 上市的個股 又漲很多的 有機會喔 因為加錢指數目前看起來是 上漲 的空間還是有 可是 畢竟露不多了 反而是上跪的股票 中小型的股票 有機會 落後補漲去做一個表現 落後補漲去做一個表現 所以 這邊呢先跟大家 分享到這邊 以周K來講 貴買指數 坦白講現在蠻漂亮的 而且 古代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喔 以貴買指數的月K來看的話 月K來看的話 其實 接下來大家要特別留意一件事情 古代現在講的東西 是稍微比較長 長線的 是稍微比較長線 今年的 歷史高點 18600多點 加權到底會不會過 大家務必要看一件事情 叫做貴買指數 貴買指數如果 在 今年 有機會去突破 200 238.92 假設有機會突破 那 古代個人是認為 如果 真的 今年 如果真的今年 有機會 假設 因為大家現在 萬七喊完 大家就會喊 萬八 萬九 兩萬 那 那 一樣 我們要喊 要有評有據 今年要再創去年 或前年的歷史新高 原則上 貴買 應該 古代認為 貴買應該有機會率先 突破 好 好 所以 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特別留意一下 今年如果要再過 第一個 領先 領先的指標 古代還是覺得 看一下 上貴 如果有機會 去 創 歷史高點的話 貴買應該是有機會開第一槍 所以 以目前的格局來講 蠻符合上禮拜古代跟大家講過的 周K格局 加權指數已經先 率先 過了 已經率先過了 只是他現在 以周K格局來講 貴買 加權指數蠻容易 休息的 蠻容易休息的 所以 當我連加過後 有機會是走什麼格局 走 全職類股 加權類股 稍微休息一下 換貴買 中小型股票 呃 補漲 噴出 大概會是走這個狀況 大概會走這個狀況 因為大家去看一下 如果以貴買 他走一個補漲格局的話 走一個補漲格局的話 確確實實 可能有機會去碰碰前高 可能有機會去碰碰前高 可是這邊要大家特別留意喔 如果貴買指數碰前高 假設前高真的過了 那 去年的高點 加權指數18,600點 是蠻有機會 今年 再去 闖闖看的 再去闖闖看的 那一樣 講規講喔 我們也不能 凡事都太樂觀的去想這件事情喔 因為本周來講 本周來講大家特別留意喔 他是 周K層級帶量的突破布林的上軌 現在剛好突破 那 原則上 下周 下周特別留意一下 下周最爛喔 古太先講好了 下周你可以亮縮 下周原則上亮縮是好事 古太再講一次 下周原則上的亮縮是好事 你下周最爛 貴買指數 一樣 不要破TD 記得 TUMD一定要拿進來做參考 TUMD一定要拿進來做參考 技術面 搭配TUMD 周手月手 原則上 他可以全面性的去輔助你 去做判斷 原則上下禮拜有古太先講 加權跟貴買 務必都要 都要亮縮 比較好 亮縮之外 還要搭配一件事情 日限格局不要破TD 日限格局絕對不能破TD 好 最爛 古太先講 最爛 貴買指數不能破 上一周的低點 221.01 這裡絕對不能破 因為你帶量 突破 週可以層級去突破他 那你不能在下一周直接回來 你下一周直接回來 又收破 蠻容易 這一波 等於上周買進的人會形成一個套牢量 套牢格局呢 你可以量縮沒有關係 可是你量縮要建立在 價格要穩 價格要穩 價穩量縮是OK的 所以 目前的格局 下周 大家反正就特別注意一下 下周123 加權貴買都不能再 出量 基本上量縮格局會是好一點的 那 日限格局都不要破TD 都不要破TD 好 再來 貴買指數絕對不能再破 上周的低點 因為貴買指數在破上周的低點 是蠻容易 加權跟貴買同時一起 拉回來 在端午節後可能一起休息的盤 這個一定要特別注意 如果 如果貴買沒有破 沒有破 這周 這周的一個低點的話 端午節後 大家應該可以期待 應該可以期待 中小型類股還有上櫃 的類股 會比較有所表現一點 會比較有所表現一點 好最後呢 特別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特別 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原則上 大家 擔心 擔心 自己的個股是不是有一些狀況 原則上因為下禮拜是端午連假 所以呢 基本上 不怕端午節連假變數的 因為端午節連假其實放 禮拜四跟禮拜五 兩天 那 基本上到月底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數據要公佈了 所以呢 這一周 古泰呢 在這個 暫情監控下面 給大家的 大戶投掃貨 賞戶歡樂買 還有一些整理的一些數據 大家務必一定要去看 好 原則上 下週 這個端午連假應該是有 就是有變數的情況下 大戶還敢加碼買進的這種的 然後呢 然後呢 大家可以再去篩選一下 位階如果比較偏低的 除旋洗也除旋洗完的 然後位階也偏低的 然後呢 然後呢 產業面 趨勢面 技術面 籌碼面也都還不錯的 大家可以期待端午連假後 因為下個禮拜 其實 一二三個交易日 一二三個交易日 其實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今天 大家都還有時間去做一下功課 古代整理的這些 然後包括這個 工具裡面 的握射預備 多方的 跟空方的 或者是你們自己用權重排名 去篩選出來的一些個股 你們可以去做一下功課 因為 本週 本週 大戶如果增加 還敢大量買進的這種 然後他位階也比較低的 那之前 譬如說飆漲一段 然後休息一陣子的這種 有整理過的 端午節後 可能 會比較有表現 因為 在 基本上看一下貴買指數 那貴買指數 如果下個禮拜 沒破上週低點 又 亮縮 加權也亮縮 那 其實大家對於端午節後的一個行情 還不用太悲觀 還不用跟 說不定 還有一些 小小的驚喜 小小的驚喜 所以 以目前這個格局來講 股票的部分 大概先跟大家講到這邊 可是 跟大家講一下 那禮拜五的 NOTIFY的籌碼 並沒有 想像中的 多 並沒有想像中的多 基本上 大家特別去關注一下下週一二三 的一個籌碼狀況 因為禮拜五這個籌碼 確確實實比較 這個 偏空一點點 可是這裡的偏空 畢竟沒有太空 偏空沒有太空 因為夜盤 其實也小買 大概小買8億左右 大概小買8億左右 所以 目前這行情來講 其實 反應在禮拜五 早上 禮拜五收盤的空頭佔優 所以夜盤 小跌 古代人認為是OK的 所以 反正特別留意一下 剛剛幾個重點 第一個 下個禮拜加權跟貴買 量縮都是好事 不要再出量 不要再出量 量縮都是好事 然後貴買再特別注意一下 絕對不能破 上週的低點 那 加權跟貴買 還有台子騎的部分 盡量不要再 破這個 日線的TD 不要再破日線的TD 這裡會是比較好的 這裡會是比較好的 然後 個股的部分 做一下功課 做一下功課 原則上 端午節後 應該會有 還蠻不錯的一個表現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然後 比較遠一點的 比較遠一點的 大家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比較遠一點的 今年到底還能不能再 破 去年 18 18619 能不能再創 新高 大家可以 定一下貴買指數 如果貴買這一波有 今年 怎麼說今年下半年 假設有機會去 衝衝看的話 那 加權 可能就真的有機會 那 因為 我們一樣邊走邊看 不用 畫大餅 古代做人很實在 我不會跟你畫大餅 或講一些有的沒的 反正 我們就是看 市場給我們什麼訊號 我們就做什麼樣的單 做什麼樣的交易 OK 那 以目前這個格局來講 端午 連假後 應該是有機會換貴買繼續漲 應該是有機會 只要 本週 不要 搞事 不要出量 不要跌破上週低點 不要跌破TD 大概 沒什麼事 大概沒什麼事 跟大家分享 因為 其實也才休 放假兩天嘛 其實還好 也不用過度的緊張 那你如果緊張的人 或許 大戶這週 還有下週加碼的 你可以考慮一下 你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就是個股自己做功課的部分 如果真的太擔心 就是縮減資金的部位 OK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接下來操作順利